释迦牟尼佛过去在扶杀佛的时候 他曾经有一次用单脚着地七日七夜来赞叹佛陀 天上天下无如佛 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 那么他七日七夜单脚站立来赞叹这个佛陀 结果灭除了九十一节的生死重罪 而找弥勒菩萨成佛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战弹法门很适合他 他找对了法门 所以他整个就在七日七夜灭除了九十一节的生死重罪 所以找到自己相应的法门会有日节相悖的效果 这是一定要找一个选择言通 这个我们说佛世界我们不谈个人的差别 从本经来说 从说佛世界的贡业来说 你要修止耳根最容易安住 修止 你看我们一个人很躁动 我们看到一个三宝的佛像 会安定下来 但是安定的不会很快 但是你一个很躁动的人 你让他唱唱如相战 念念佛号 听佛号的声音 他马上安定下来 这个阴声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 所以你看我们发展出一个 所谓的阴声佛事 耳根 你要让一个人安定 把心安住下来 耳根是最快 你看我们只要听到有人讲话 我们眼睛大概就很难再看东西了 你的一根射住 其他五根就射住了 那如果站着观的角度 有一体请用观察极乐世界一阵状 那你靠耳根就没有用了 就靠一根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整个六根当中 子观的应用 一个是耳根的来射心 跟一根的观想 这两根大概用的最多